大家好 这一讲 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idoop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在上一讲中 我们跟大家谈到 Hidoop有两个核心 HDFS和MapReduce HDFS是整个Hidoop系统框架的存储系统 而MapReduce是计算模型和计算框架 所以我们如果要分析 Hidoop是如何工作的 就分别从HDFS和MapReduce 是如何工作的 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看一下HDFS 这边看见的是来自于官方的HDFS的架构图 在这张图中 我们首先看一个叫NameNode 同时一个有若干个叫DataNode的东西 所谓Node就是节点 什么叫节点呢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中 我们一个节点就是一台机器 那NameNode一个单数形式 DataNode若干个复数形式 也就是说在我们HDFS的架构中 NameNode有一台机器 而DataNode有若干台机器 当然这里指的这种架构是1.x系列的 因为1.x系列现在润市场润的是蛮多的 这种方便大家找工作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谈一下2.x系列 就多个NameNode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这课程会聚焦于单NameNode的方式 叫1.x版本的Hidoop 那我们这个NameNode就叫名称节点 DataNode就是数据节点 它是一种主存式的一种结构 谁是主NameNode是主 谁是存呢DataNode 当然有很多个DataNode 那NameNode具体负责什么呢 第一负责接收任务的操作请求 这种任务是指我们的Hidoop开发工程师写的Java代码 或者说是命令客服的人操作它 第二点维护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我们看这个Windows有C盘D盘E盘 每个盘下有文件 这就是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同样在我们Hidoop 存数据 这个数据之间的目录关系 它属于哪个盘啊 等等这些信息 都是被NameNode来维护的 然后第三个指责是管理文件 与block之间的关系 文件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block是什么呢 block是块 我们的磁盘是为了方便管理和存储 它会分块 每个块会有一个单位的大小 HDFS中每块的大小是64兆 Windows上好像是64K 就是它的存储单位是以64兆为单位的 那我往HDFS中存储一个很大的文件 假设存储一个实际的文件 那每块由于是64兆 所以我就会存储在若干个block之上 那文件假设说我实际的文件是一个视频 那你存储在这不同的block之上 它肯定是有顺序的 为什么有顺序 很简单 因为你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肯定是有向后损序的 那我这个文件 与block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这个文件存储在哪些block 以及block之间的顺序是怎么回事 都是由我们的NameNode去管理的 同时我们这个block属于哪个DataNode 当然block肯定是DataNode之上的 但是我们是从NameNode的视角去看 这个block中的数据属于哪个NameNode 也是被NameNode去管理的 那DataNode是干什么呢 第一存储文件 就数据就是放在DataNode之上的 第二点 存储的时候 数据是被分成很多blocks 存储在我们的DataNode之上的 然后第三点有个关键点了 就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文件会有很多副本 为什么说 文件会有很多副本 这个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呢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假设说我存一份文件 然后实际上存储的时候是三份副本 我死问的时候 直接死问的是第一份 第二份和第三份都是备份 如果第一份出现了问题 我立即切入第二份或者第三份中 起中的一份 在这个死问第二份或者第三份的过程中 然后在这个中间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去修复第一份 这样确保安全 由于我们的Hidoop 采用的是廉价的服务器PC 所以它会面临安全性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采用副本的机制 那大家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 NameNode 负责管理整个Data Nodes 这些纯节点 因为NameNode本身是主节点 它管理会保存一些原数据 我们看这个地方的原数据 它的描述 它会有自己的具体的原数据描述文件 就数据在整个Data Nodes中存储的一切信息 都在这个原数据描述文件中 然后我们看 在这样的一张架构图中 我们回到前面 就具体数据存储 OK 那这个原数据描述信息 我们看 假设有一份文件 它在这个地方 被分成了两份去保存 第一个是part0 第二个是part1 就是分为两份 就像我们刚才 假设谈一个实际的一个文件 它被分成若干份一样 然后每份数据 它存储在什么地方 然后有几个副本 这边都会在我们的name load 原数据中有详细的记录 例如我们1和3 这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 它分别有几个副本 这边描述的是有两个副本 而245就分别有三个副本 当然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文件有多少副本 这样是可以在配置文件的配置 或者你写代码的时候进行配置的 所以我们在实际存储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边有八个data nodes 然后每个data nodes上面就具体存储到有数据 我们以1这个数据为例 它就有两个副本 所以它存储在两台机器上 这边说两个副本存在在两台机器上 你有几个副本 从实际生产的角度去考虑 你就会存在几个副本上 没有人会把 例如说你的两个副本存放在一台机器上 因为你这台机器如果出了问题 你另外一个副本还是不可以用 所以假设说你有两个副本就存放在两台机器上 如果有三个副本就存放在三台机器上 这是我们说的原数据以及副本机制 那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HDFS 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算模型 MapReduce 这是MapReduce的一个流程图 或者说实际工作的一个图形架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客户端的program 有客户端程序 它会提交工作 那什么叫工作呢 工作就是我们客户端写的代码 这就叫工作 就是我们实际的Hydop工程师写的加瓦端代码 然后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job tracker 我们看见了一个叫job tracker的东西 同时我们会发现 同时我们会发现 job tracker下面有什么东西 task tracker 好 这是MapReduce架构的核心的节点 就是job tracker和task trackers 它也是一种组存架构 和我们前面讲的HDFS是一样的 在1.x系列的Hydop MapReduce的主节点有一个 就叫job tracker 然后存节点有很多个 就叫task tracker 那job tracker是干什么 task tracker又是干什么呢 job tracker是接收客户提交的计算任务 就是我们工程师写的代码 会提交给job tracker 然后他会把计算任务交给谁去做呢 交给task trackers去做 就交给很多task tracker去做 同时他会监控我们task tracker的执行情况 那我们task tracker只干一件事情 就执行job tracker分配的计算任务 例如我们上一节课谈到的 假设对100个整处 或者100份数据进行最大值的运算 把它分为5份的话 他就会交给 他数据会在5个 就实际运行的时候 会在5个节点上 我们使用在5个节点上的数据 同时他会有5个task tracker 求每一个节点上的最大整数 他是负责 task tracker是负责具体计算任务的 当然这个计算任务是job tracker分配给他的 那job tracker就还监控task tracker的运行 这样的一个描述 其实是和我们实际项目开发中发现的 那个项目经理和普通的开工程师的情景是一样的 就公司或者客户把这个任务或者作业提交给我们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会负责把这个任务具体分配给不同的工程师 然后通着监控工程师的执行 执行情况 而工程师就具体负责相关的事情 这是我们对MapReduce的一个粗略的描述 下一节课我们对这张架构图 或者说流程图的细节进行分析 好 关于Hydrope具体的工作 核心点就在于三个字 分布式 无论是存储还是计算 都是分布式的 分布式就是在多台机器上并行 存储在多台机器上 同时执行在多台机器上并行执行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好 这一讲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